明星字述動畫版 許孝順七亂石觸軌神 莫名哭不停 我幾乎 錄完影回到家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 在我們東海岸玉石討論區 討論交流區裡面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這些石頭 許孝順從小就喜歡研究石頭 有空就會去西邊撿石頭 但有靈異體質的他 四年前就曾因為撿石頭 遇上怪事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所以是我覺得生命當中 最震撼的一個故事 這塊石頭不錯 確實不錯 好 我們再去上面一點看看 等一等一等一 我走不動了啦 你自己去吧 好吧 那你在這邊休息 我再去前面找找 老婆 你看我找到了什麼 你怎麼了 不要哭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當天回到家後 許孝順就做夢夢到 好無聊喔 臭順子還不趕快給我回來 噢 燙死我了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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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嚇我啦 老婆 老婆 你醒醒啊 呵呵 怎麼了 你是不是在西邊一直丟石頭 呵呵呵 你怎麼知道 噢 我懂了 你觸犯到鬼神了啦 跟著我唸三遍佛經就沒事了 南無哈拉丹那哲羅亞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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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些鬼神什麼的 其實我是覺得 大家心成則靈 蘋果與樂安賴 人鬼神啊 都是一樣的 他都是喜歡快樂開心的 霸道